马依丽为了报复文章 几乎堵死了文章所有的路 自从文章和马依丽离婚后 无论是事业上还是生活中 事业一直都在走下坡路 当时很多人都没有想到 离婚以后的马依丽状态能恢复得这么快 44岁的她在新剧里也20岁的小姑娘 竟然一点都不违和 相比文章事业一落千丈 马依丽在娱乐圈逐渐如鱼得水 老婆怀孕期间出轨 文章发展低迷势必然的结果 但两人状态相差这么大 很多人都表示有点夸张 据说文章之所以发展受阻 和马依丽不无关系 作为马依丽的父亲 在圈内有着很好的人际关系 当年文章背叛自己的女儿 无论是马依丽还是马依丽的家人 都对她痛心疾首 于是背地使坏 想要整一整文章 虽然这件事没有被证实 但自从两人离婚后 文章就像被封杀了一样 沉寂在圈内好长一段时间 这很难不让人怀疑 是马依丽的父亲搞得鬼 不过文章和马依丽的这段感情 显然是文章薄情寡异多了 当时马依丽正来个二胎准爸爸 文章却传出出轨摇敌 人家马依丽停下自己的事业 为他生孩子 他还不知好歹 完全不负责任 这是谁都忍不了 难怪马依丽的父亲会断他的演员路 据说当时文章还特别的真诚忏悔 并发文称时至今日都是他就有自取 是他辜负了妻子和孩子 自己愿意承担一切后果 并保证自己会弥补马依丽 并且劫后不会再辜负别人 看到这里 不少观众纷纷表示文章也挺可怜 既然都这么诚恳的道歉了 马依丽应该原谅他才对 再说了 之前因为两人感情问题 马依丽的父亲竟然阻挠文章的事业 怎么说也算是公报私仇 有些许过分了 不过文章自己也表示 不会因此放弃演绎之路 要重新梳理自己 继续今后的道路 但是光文章一厢情愿没用 因为质疑他的人品 很多导演都不愿意找他拍戏 当时也只有周星驰敢找文章拍戏了 可能是因为星爷不了解行情 或许是星爷也不想理这些人情事故 有了星爷的帮助 文章这才能接到戏生活上 马依丽也不甘就这样被文章背叛 当年文章出轨姚迪 马依丽没有生气 反而十分冷静 马上就和文章提出了离婚的要求 马依丽当时没有让文章公开离婚的消息 直到姚迪在社交平台上公开练习后 马依丽才让文章公开离婚的消息 很多观众都表示佩服马依丽的手段 马依丽把文章所有的路都堵死后 就开始营造出完美女性的形象了 五年的婚约 马依丽对此只说了一句话 马依丽说 且行且珍惜 对于文章 马依丽没有半点留恋 文章虽然没有被完全封杀 但片约却没有以前多了 也没有大导演敢找他拍戏了 事业一落千丈 身体也日渐憔悴 这些文章在某平台直播露脸 很多观众感叹他这难道是发福了 身材变得臃肿不说 发量也十分稀少 加上双眼无神 整个人看着老了十岁 和之前的小鲜肉简直天差地别 回到当年的高光时刻 俨然成为了历史 本来应该风生水起的事业 文章自己硬生生给他毁了 成为李连杰啊 都是他的干爹 加上马依丽的家庭背景 文章一开始就是注定会成功的 现在沦落成这样 也只能怪他自己太不懂得珍惜了 不过最近文章频频晒动态 照片中的他好像又变了一个人 身穿全套黑色运动服 在健身器材上练习 表情非常投入 手握健身器材的文章姿势非常专业 手臂的肌肉快清晰可见 原来是几身了健身行列八幅的大叔 现在又恢复了年轻活力 颜值也持续回春 不少粉丝纷纷留言称小文老师颜值 又回到了20岁 大家都盼着他的新戏呢 还有人好奇 一直低调的文章 是不是在为新戏做准备 王哥如今落满状态 难不成是打算重新搞事业了 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马伊利的影响 36岁的文章突然转变了风格 也可能是因为太闲的原因 文章私底下天天都跑到健身房锻炼身体 撸铁撸到青筋爆起 穿衣风格也发生了变化 文章的肌肉线条变得十分突出 不再像之前那样瘦瘦弱弱的 文章的左胳膊上还有一个大大的刺青 看来文章这是要走猛男硬汉的风格了 两个月就塑形成功 文章也是真猛 此前文章的健身视频 还被文章和马伊利共同的健身教练 点名表扬过 并称其越来越厉害了 当年袁珊珊就是这样无缘无故被全网黑 于是暂时退出了娱乐圈一段时间 开始疯狂健身 并且还练出了马甲线 难不成文章也要走袁珊珊的旧路 想通过健身获得广大观众的认可 不过效果真的是挺好的 不得不说的是 文章的确有在进步 除了健身 现在的文章还将更多的精力放在照顾女儿上 这些还在社交平台上转发了女儿闺蜜 发布的音乐剧动态 并陪文说女儿闺蜜又出新作品了 此后也经常发文为女儿加油打气 女儿比赛结束 文章也是第一个到场迎接 看得出来 文章现在越来越成熟稳重了 生活上在陪伴女儿们的同时 不忘记做好身材管理 呈现出热爱生活的完美状态 如今的文章整个人精气神 也要比之前好了很多 文章之前的人品如何 他之前的演技和作品 还是有很多人认可的 还一直被一些导演所称道 或许未来文章将有更多的精彩作品 也未可知 被雪藏这么多年还能回归娱乐圈 文章还真是个打不死的小强 大家都会犯错 但是不能不给人家改过的机会 许多观众觉得马依丽 对文章真是太狠了 毕竟两人之间还是夫妻关系 没必要下狠手读死文章所有的路 离婚一年后 马依丽似乎改变了当初的态度 对文章温和了不少 很多观众觉得马依丽太强势了 相比姚迪这样的小女人肯定更吃香一些 你们觉得马依丽和文章两人 还可能会复合吗 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